歡迎大家收看天遇財經SKY FINANCE 讀家程憲踢爆華爾街 我是孫柏文 今天會拍兩段 這個就是第一段 繼續講關於美股 第二段將會更新一下大家 我之前叫不問價追彩星玩具 因為彩星玩具就出了業績 這次第一段就講特朗普的醫療改革 就是在共和黨 即是特朗普的黨在國會 將這個草案 就退出了 即是票也不投 因為共和黨黨在國會覺得不夠票通過 這個還以為應該是通過一些眾議院 在上議院即是參議院 都應該不夠票通過這個醫療改革方案 我覺得對於市場來說 在星期一美股應該是開淡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醫療改革的方案失敗 就會嚴重影響到這個減稅的方案 特別是在稅制改革上的方案 那就是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原來這個醫療改革方案 最主要圍繞著究竟政府 或者政府迫那些保險 醫療保險的提供者 究竟要提供什麼醫療服務 在奧巴馬政權之下 連這個變性服務、變性的手術 都強制性一定要包括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醫療保險的提供公司 都卻不敢提供的 那好啦 當時政府也說 很多地方也會補貼 原來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 原來這個醫療保險 或者這個醫療改革 如果不成功的 或者是不能夠通過的話 政府是要在未來 多花五千億美元的 那五千億美元呢 就是這個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醫療改革 其實一直都是特朗普在他競選的時候 近乎是頭三件事 一定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 在墨西哥的萬美城牆 第二件事就是提升美國競爭力 稅制是其中一環 第三件事就是奧巴馬醫療系統的改革 他贏了選舉 等於有民意授權 在民意授權之下 國會還要在共和黨 控制上下議院兼白宮的情況之下 都搞不定 通過不了這條法例 那些人就說 你連這個三大政綱之一都搞不定 其他搞不搞得定呢 例如說之前大興土木 搞不搞得定呢 甚至說這個稅制改革 又搞不搞得定呢 就算讓你之後有些方案通過 都好 因為你這個其實是少改動的 對於這個奧巴馬醫療系統 不過特朗普你連這麼少少的改動 你都搞不定國會的話 那你怎麼搞其他大興土木和稅制改革呢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美股就會受壓的 不過當然啦 這些呢 其實你看其他西文報導 都可能會帶到的了 在外國 不過呢 我想提供多一步 就是我想估計 究竟美國 很特別是這個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 會變了改變 大家記得特朗普上台都沒有100天 那些人美國常常說 美總統在頭100天可以做些什麼 那他現在第70天已經有一個 這麼重要 要有民意授權的議題 就被這個國會打掛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有些人問 那為什麼他不先做其他一些 例如說 稅制改革這個好像更加多 共和黨員支持 為什麼不先做這個呢 那這個我相信就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 如果搞得好這個醫療改革的話 任何的未來的稅制改革 就多5000億走盞位了 因為美國有CBO 或是總統預算公司 那這個CBO最喜歡 為所有方案計算一下 究竟會花多少錢 那如果多了5000億的話 那將來CBO都不會 罵任何減稅的方案 那這個我想其中一個 為什麼先推這個 先不推稅制改革 第二個就是 我相信在國會那邊 因為特朗普錢 都是一個普通商人 他不是 即400個國會議員 只是參議院 所謂眾議院的400多個議員 都未必記住了名字 不過呢 我相信就是共和黨 在這個國會裡面的領導班子 是跟特朗普拍胸口說 我們搞得好 所以這次出事之後 我相信特朗普就不會再相信 這幫共和黨的領袖 而他就會開始想 究竟我怎樣在民主黨那邊吸票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一向來 都會激怒很多人 我相信有些死硬派民主黨員 永遠都不會跟他妥協的 不過我相信特朗普那種 特別是在這些 例如說 可能會有整個關稅 貿易保護主義的 那些方案和政策 可能會有計劃 所以我想未來就會微妙很多 特朗普其實這次我覺得 有一點想試共和黨在國會那些領袖 發覺他們原來是完全不可靠 所以他就應該下一轉 就會跟民主黨的人聊天 這個我覺得也應該會挺有趣 對於這個股市 相信股市應該未來這幾天 都不會反映到特朗普 開始想究竟怎樣跟民主黨合作 不過 都是那一句 今次的稅制改革那裡 不但要延遲 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都覺得 你連這個這麼少改動的醫療改革 都搞不定 你怎樣去做一個大刀闊斧的 稅制改革和減稅措施呢? 所以我相信 美股應該未來這幾天 一定會非常大壓力 如果你說 受壓受得最重要的 我相信可能會是科技股 所以大家要小心 例如說香港的騰訊 因為香港騰訊很多時候 是跟著納斯達克指數上升的 所以看看納斯跌不跌 如果納斯跌的話 騰訊也要小心一點 實際上我會在星期一 可能見一點騰訊的佈倉 看看到時期指 特別是美國的期指 會不會在亞洲時段 已經拖累到港股 還未拖累到 或者在香港時間 開市的時候 不妨小住移情 或騰訊潑論的 是的 本節目是由天然財經 Sky Finance的國家呈獻 想知道今天另一段 彩星玩具是說什麼? 訂閱我們的Facebook 和YouTube Page 以及按下那段短片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